没有执着心就清净了 没有毫无的执着 也就是你真正能放下了 是确定放下 为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警告你们说的 既是虚妄你知道干什么 连这个身都不执着 身有病要不要医不要医 把病放下去好了 后面去想他了 想阿弥陀佛 专业想阿弥陀佛并不见了 并没有了 这个量子力学家知道了 所以他们提倡 一心空物 用我们念头来控制物质 身体是第一个物质 首先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 是妄想 妄想 妄想妄心妄念不胜 善心可以胜 妄的心不胜 控制 到最后 连善的也不胜 那就超越 掉到轮回了 断物修善 心里头 善物都不胜 佛法真修很简单 但是 要做起来很难 很难在那里 习气养成 其心动念 就是为自己 没有办法把别人摆在地位 我们要练 其心动念如何把别人摆在地位 那一个怨前债主 他慢慢体会到了 他会忏悔 他会来道歉 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 他明白了 他就来道歉 就来忏悔 好死啊 真悔吐了 所以狗有所见 都是摩见 这是真的 量子力学在所说的 根本没有物质都能存在 只要是物质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们如果桌下 把它放在心上 就变成墨镜 不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佛镜 或者功用贤助 幸福自信 也许观空 佛身着相 就怕着相 不着相就对了 着相就错了 着相认为他真有 不足够 知道他 当体接空 了不可得 好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 这里面的色象 当体接空 了不可得 你对他不着想 换过来 我们在现前 所有一切境界里头 仅是都不着想 听声音也不着想 这就是大定 这自信本定 慢慢就先前了 知道 一切境界像 假的 一切念头 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一切自然现象 还是假的 统统不可得 有没有呢 不能说有 不能说有 不要放在心上 就对了 跟一些众生 介绍 说法 看众生的根性 初学 讲浅法 不要讲甚 跟老修 讲甚 让各个人 听到的欢喜 一切都回归到自然 讲的时候 有没有心理想想 我要来打个 预先准备 不需要 预先有准备 就盘远了 没有准备 像随便聊天一样 所说的 全是正法 我来说了 我来说了